周国平曾说过一段话,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,他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,这个距离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,包括尊重对方独处的权利。 两个人无论多么相爱,都不能太过介入彼此的生活。 美好的爱情,从来不是我用一百分的爱,去占据你一百分的心,而是要适当留白。 爱若太满,彼此之间不仅不会亲密无间,反而会因为捆绑过仅想要逃离,这样下去,两个人的关系只会越来越远。 只有保持该有的距离,才不会因为靠得太近而互相伤害。 在一段感情中,密而有疏,相爱的两个人才能相守一生。 曾看过这样一段话,距离真的是可以产生美的,人与人之间皆是如此。 太近伤害彼此,太远彼此疏离,太近产生防备,太远产生冷漠,不远不近,不冷不热,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。 彼此靠得太近,贴得太紧,不仅不会感到温暖,反而会被太过滚烫的热情所伤。 只有保持一定距离,才能长久而舒服地相处下去。 亲而有见,才能让亲人之间更亲。